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這類的頻道最厲害的嘉賓都是禎哥 等了很久了 最得高望當然是次官 現在還很活躍 還一直很忙 禎哥最近有一套很棒的電影 我都期待大年初一去看這部電影 平台和遠線都同時做的 只說出來嚇死你 恩子丹做喬峰 電影版 喬峰這個角色成龍 很多人都想做喬峰 我們看金融魔的小說 亦最吸引最英雄氣概就是這個角色 所以改編方面 禎哥絕對有一首我們期待 今天我想代我們會長問你 其實我們香港簽片 認真來說是否屬於你開啟這個風潮呢 不是 第一步是當時 晴光和張哲鬥了一輪 鬥輸了之後呢 他要開一個上新的新風潮 那當時晴光拍戲呢 就是 慢 不是 他是不打板的 有時呢 赤瓦夫衰起來呢 他會 炒導演 將部片給了別人補戲的 噢 他每一個鏡頭都不打板 就沒有人會剪 噢 他自己剪 這招著 所以他那時候拍了兩年 也不知道他拍成怎樣 沒有得偷看 拍哪部戲拍了兩年 叫做《賭王大編局》 噢 噢 噢 其實這部片呢 他和我都是同時看了一部片的靈感 但是當時他就四十多歲 我就十多歲 我就未入獄行 就是看了 Norman-Jewson的Sincinnaticaid 叫做《賭王衛冕戰》 哇 這個是名作來的 黎夫、麥坤 和愛德華、魯賓孫 就是賭五隻牌的 Soul Hand 其實香港不流行的Soul Hand 是上海流行 是 後面那些賭片 你們都很興奮我弄到 我弄到 哪裏弄到 即是有個底牌 就拍四隻 即是五隻 就不是德州城 是上海人打的 我拍《天王對天霸》的時候 程剛已經去了台灣了 他又在台灣拍了一部叫《賭王鬥千王》 那部就直接玩魔術 那些賭法 飛來飛去 沒有騙來騙去的 總之就是 變成了魔術片 變成了魔術片 變成了適中的飛 飛去那裏又繞個圈回來的 即是那些 他用了沙家 沙家是一個賭王家族 有十幾二十人 找了一堆明星來客串 很流行的 沒有什麼主角的 賭王鬥千王的主角是中華和陳寬泰 這就算是我們港產片 正式有道 因為以前三四十年代 我們大陸更加不可能 台灣七十年代就三廳電影 當你拍《千王鬥千八》的時候 有一部《千門八將》 是比你《千王鬥千八》 試過 我拍《千王鬥千八》之後 潮樹叫孫仲 拍一部老千片 他拍了《千王鬥千八》 他就拍了《阿黃家希》幫我搞劇本 其實他都當作是魔術片拍 他還找我做了其中一將 就是客串而已玩一下 交朋友 有一部《寶寶通通》 他當作是魔術片 他就不是賭片 這種打啤牌 其實電視《千王之王》和《千王群英會》 當然是掀起高朝 後來陳朝英去了那邊 就變成聖者為王 就變成兒童片 我自己都承認 但是另外一個最厲害的風潮 是禎哥掀起賭片 前面那些叫《千片》 有賭神仙還是有賭勝仙呢 是有至尊無上仙 是 因為當時我已經拍了很多部喜劇 當時喜劇風潮 就是我一年拍了五、六部喜劇 就是追女生系列 最佳選友系列 拍到最佳選友闖情關 我就開始覺得 咦? 不是太對勁了 好像 接下來會不行了 我就想轉 當時 鄉文星又不是很相信我 健康不好保 怎麼可以拍黑社會片呢 我說我最主要無上仙 其實這個劇本我已經寫了幾年 本來叫做《靜象》 陳下生藝城 一直在麥加的桌面 因為我葉州人發給不到我 所以一直都無害 結果又給了一個雙倍 最後都是向華城 給了他看 他看了三天回來 開 結果是譚詠麟和劉德華 到最後就是排局定生死 排局定生死 拍了一部完全不笑的 是啊 完全不笑的 是不是自尊的狀元才有了阿勒哥 就變成搞笑了 是 完全不笑 以及講感情 正確 好像這個還有一個國際版的 是 當時找賴建國和我一起 去多倫多 選了幾個鬼佬演員和鬼妹演員回來 他們認為這樣 就有一個國際版 有一個國際版 結果是沒有人看的 因為沒有名字 都不認識那些鬼佬是誰 每天拍完那場 就到鬼佬埋位 就到鬼佬埋位 就照擺位 很好笑的 很好笑 真的不說也不知道 剛才說起來有印象 但是找不回來 很好笑 很好笑的 但至尊無想 相當時也是因為氣氛不好 但是之前這麼多部戲都 都扑到排山倒海 至尊無想 暑假頭 大修 就掀起了一個熱潮 特別顯眼 然後在韓國瘋狂 韓國瘋狂 後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後 有一些韓國老闆來到香港 好像JC的其中一個 就跟我說 這個Casino Rata 我小時候就看了 他們很大 很深印象 結果當然是吹聲了 賭神 但是中間 我當然一看資料看得回 但是我記憶就是 賭聖 好像是在賭神之前 不是 肯定是賭神 因為他借了賭神之前的劇集頭 我去學習 是 還有 吳尊是問向華盛 我可不可以這樣拍 以及問你拿幾個劇集頭 因為他們倆有些交情 向華盛就同意了 誰知猜不到他這麼厲害 猜不到他這麼厲害 就 賭聖 就升回來 賭聖 做了兩個星期 我在新加坡拍片 拍攝時未拍完 電話就到了 阿晶 賭聖好修得 你馬上回來看 我正在拍攝 回來一天 我真的回來一天看賭聖 看完 怎樣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怎樣做 我就飛回去拍攝 就賭合了 一回來就可以賭合 因為吳之縣 拿過蔡華盛的人情 所以你用回他 理所當然 當年是Kosovo 沒有話來的 Kosovo沒有話好說 於是就拍了賭合 賭合還要好笑 就撞著亞非政卷對打 是 變成一個很娛樂性 一個很藝術性 是吧 變成當日很好笑 當日午夜場 我和向華盛 去了看阿非政卷 沒有看自己的賭聖 應該要這樣 很特別的經歷 但是高俊家族衍生了很多 除了刀仔 賭聖 後來還有賭霸 因為劉振偉怕賭霸 那些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賭合之後 賭合二支上海灘賭聖 上海灘無端端 升日去了 和達哥三叔去了 後來就是向華盛先生 跟那一陣子 和韓先生先生很友善 於是我們就可以拍 賭城大肯 和至尊無敵 在澳門賭場拍 然後我又再拍 至尊繼撞完場 其實不是我拍的 是黃泰來拍的 但是他們拍得很慢 拍了十天才拍了那麼多 但是對手有來勢空的程小東一部 秦勇 秦勇 還有黃家師姐 有幾十部來的 向華盛先生害怕 就拍了Taylor 阿晶你快點上去拍 只有兩個禮拜 我真的兩個禮拜和他一起拍 我最記得 我都很少 四天好像睡了十二個小時 真的拍到 那個是我們最好的時候 亦是最忙的時候 剛才是最好的時候 是最忙的時候 在澳門 最緊的四天 只有十二個小時 你說賭城大肯 我們說選美的一集 也有說過 其中萬子娘說 中間分解你 你以後就娶一個港姐 你以後就娶一個港姐 不過是骨如祖 哈哈哈哈 其實 阿晶哥 你這些電影都帶給我們很多集體回憶 到《島神》續集 又好像回到大陸 還要遷倒湖 那時比較大膽 說一下大陸的環境 因為你那些電影 整天電影台就會重播又重播 還有很多人說 你那些電影 當然是你的人也簽了 即逢是你和阿晶哥那些電影 一定是雙女主角的 一個張文一個 有淑貞 其實你們的好處是 不用想別人 一定有 因為他們都是賣了 觀眾喜歡看的 不好處就用不到其他人 都不是 倒實意有吳善蓮 吳善蓮 有 難得在這裡 說到永勝的階段 因為 譬如永勝的創業作 應該是這個 不是魔匪翠 大小不良 即是 那時你還沒有幫忙 我 客串了一場 你是魔匪翠才是幫忙 是 大小不良 我去拍串 拍個當譜 做個當譜嘲諷 向華盛就在當譜門口 跟我談了四個小時 然後就叫我去幫他拍戲 那我就拍了 什麼所謂 是 大小不良 我最記得是有曾志偉 還有有張艾嘉的 岑建勳 有岑建勳 那時因為是雙向炮得了 不是 是大小不良 是沈建勳和小彬彬 小彬彬就是朱延平用的同聲 當時有他就收 許不了小彬彬 是 天生一對 是啊 做得套的 魔匪翠 去到意大利拍外景 希臘 希臘 雅典 然後劉德華 羅富諾 你就開始變成永盛差不多成哥的拍檔班底了 是 當時永盛那個寫字樓就好像你的房間那麼大 金屋大廈嘛 我們經過三個公廁下去 我說哪裏需要搭雞棚啊 你們看都不相信在這個寫字樓裡面 報報起到幾千萬 是這麼大而已 連廳連房連廁所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 我都常常上去開會 成哥還記得 不知道 壽西斯古瓜的時候 我就問問 文進有些什麼 我說 這裡是寫字樓 好看到壽西斯古都說好看 成哥就說 好啊 但是我記得有一個傳聞 就要拍這個綠鼎記 就找林青霞 聽說聖哥就說 放心我去談片酬 不知道五百萬還是什麼 就是數字的 亂講 結果林青霞真的上來 跟聖哥在房間裡面 談完之後 談好了 再加多二百 不是減二百 是加多二百 總之呢 多數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跟林青霞 和聖哥三個人在房間裡 三個人在房間裡 然後我講了故事 講了故事 說真實話 那我出去了 你們去談吧 總之出來加了多少 我不知道 這個很厲害 如果聖哥很把握 怎麼都可以減 原來反過來 是 因為青霞姐很厲害 這些都是 因為我有幸 都是和聖哥一起 和聖哥帶了很多工 火舞風雲 我還陪著他們一起去台灣做宣傳 然後臨上機之前 當時聖哥的老婆Stella 忘記台證沒有簽到 我還記得聖哥一臉嚴肅 和關懷就說 哎呀 那麼不小心啊Stella 那怎麼辦呢 你們就去做宣傳 那我們就去了 Stella就馬上帶給郭忠 喂 今晚和我安排節目 哈哈哈哈 其實在電話上是要笑的 然後就是那次他做宣傳 聖哥帶我們去那些 幸花國 去延平北露那些 這些都是 做電影人 通常有這些趣味性 好了 今集 真是這些堅了 很堅了 爆了很多堅了 多謝禎哥和我們 由簽片說到賭片 又說和永勝公司合作的淵源 跟你的約會 今次就到這裏 有機會有時間有緣分到 禎哥又和我再分享後面 因為你的戲實在太多了 我們有時間說了 因為跟台灣的老闆 邱復生 或者很多 我們就有機會和大家聊好嗎 多謝禎哥 多謝禎哥 好了 這裏 拜拜 喜歡的訂閱 幫我們訂閱 分享 留言 看廣告 OK 拜拜